再来看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主角是被称为钢铁人医师的许超燕 在教会里的这个勇士舞 第一个冲出来的就是许超燕 他是台大医学系毕业的医生 娶了台大社工系美女 乐于助人信仰虔诚 一直都拿第一名的他 几乎就是人生胜利组 而且令人喜爱 夫妻总是同行 却在2009年 他们在北京的滑雪场 人生出现了不同 意外失控撞上铁柱 许超燕摔断了脊椎 胸腔以下瘫痪 一般人上车只需要五秒 我们在街头看见他闪避车潮 把特制的轮椅扛上车 过程花了两分半 当第一名碎成片 当两颗星碎成片时 我们采访的过程里 却永远只见到他微笑 我在巴厘岛 你在巴厘岛 吊吊吊腿 吹吹太阳 有点大 有耶 连呼吸都没有力气 他自己形容 从天之胶子 变成无法行走的摊子 但是他面对磨难的方式 不是让身边的人 也同样磨难 太鼓励了 浮沫小鸭 浮沫小鸭 你看那只大鱼 你看这只鸟 它的就是 脚很绿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回到当年求学的台大 他们唱着圣歌 彼此鼓励 回忆起求婚 太太苏神说 超燕带她到罪月湖 眼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实验 淡水渔群对于 荧光性的一种 曲性什么什么什么的研究 然后上面还有 指导教授的名称啊 然后研究生的名称啊 然后日期 跟真的一样 对 超真的 从那边亮亮的 好有趣哦 对 然后我就说 就人家的实验 不要碰 然后他就说 我们把它拿过来看一下 我说可是这是人家的实验 然后他就很坚持 他就说 啊 没关系啊 我们拿过来 瓶子里 是一张纸写上六行长头诗 这六个字 让两颗心变成一颗 他是横着念 然后我就说 不是啊 我看他写的是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样子 对 对然后 他那时候表情的 我还蛮惊讶的 或者是他整天弯着腰 哀痛 行走 我觉得 哇 那根本就是我的处境 那首诗写在三千年前 在我的处境下面好像 掉到一个无底洞去 一直坠落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我还会碰到什么新的困难 可是 在 读到那些诗的时候 我觉得我被 一个人拖住我接住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落泪 我觉得落泪心中 当我们揣摩一场意外 怎么样改变一切计划和美梦时 处成说 意外发生第三天 他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先生 才是他的力量 然后他就说 书生你看 他就叫我看那个天花板 觉得很特别 它是上面是钢条 然后可是下面是一个日光灯 然后那个日光灯就正好 照着它从胸部以下 就是所有瘫痪的地方是亮的 可是上面就是 其实这样铁架是正常的 这样子 好像在告诉他 他的瘫痪的下半身 其实有一天会卫生发光 只要他愿意背起私架去跟从他 然后那时候我简直觉得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因为我觉得 我的先生怎么可以这么坚强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照顾的一个人 就是我可能 对 嫁给别人好了 我照顾的人如果他是一个 遇到患难 他其实是没有 没有力量的人 我觉得我大概也会跟着 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激 我现在是 对 现在你一定可以写得很好的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真的不用担心 对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身体固好 然后 胸腔以下瘫痪 代表的是连尿液和便衣都没有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排尿或大便 连坐着都会因为腰部无力瘫痪 太太说 先生是最懂得疼痛的医生 每天早上起来 我是要祷告 跟神祷告 我才能够起床 我求他给我力量 起床 就起床这件事情 他睁开眼睛就是很痛的 对 就很痛 接下来 这个水的量 我最讨厌数学了 1.5公升 妈妈 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1.5公升 大概是多少 因为 我 你觉得 到许医师家里做客 太太学习着怎么当个妻子 先生用视讯开会 太太忙着自己的编辑工作 就如同寻常夫妇 常常有些人就会说 你怎么样啊 说真的 我们不喜欢伟大论 伟大论就是很多人会说 树辰 你跟超越有多伟大 多伟大 怎样 我一点都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就是 我经历的困难 只是我自己的功课 可是 我经历的困难 并不代表 别人的困难 就不是困难 虽然有些人 他可能面对 认分 但是不认输 超越说 他又换一个轮椅 给我们惊喜 他慢慢的穿上铁鞋 我们同时问树辰 为什么这一切 他心甘情愿 我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许下就是无问是生是死 是贫穷 是富贵 没有任何事情就是可以叫我们分开 这是一个誓言 那时候就是超越在受伤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好像我们要开始去经历这段誓言的后半动 对 成菜 然后这是Fisher带来的 对 那我去拿那个肉池 当好友们上桌用餐结束 超越穿上了服具 他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只是比过去慢了一点 怎么样超越 那你就看啊 好 你看NC 然后我拉出来 不要站起来了 对啊 我们还以忘记站起来这件小事 对他来说 是多么久的祷告和祈求 切完 还可以整圈圈哦 好 那我也可以整圈 你以后再出圈 我会害你 我会害你 因为我会小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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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学习到怎么面对快乐 他们却学习了怎么面对痛苦 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珍惜比过去更快乐的每一步